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书是韩非 在春秋战国的朱子百家中 韩非可能不是最耀眼的那个人 首先他没有开宗立派 名声比不过老子孔子墨子 其次呢 他也没有被任何一位统治者重用 政治影响力比不上张仪苏秦李斯 另外啊 你还可能听说过韩非口吃 虽然他的文章写得好 但朱子百家 他个个都是有思想有文才有口才的人 韩非的结巴可能给他减分不少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韩非告诉我们 其实韩非在历史上是个具有枢纽意义的人物 先来介绍一下本书作者 著名哲学家任济宇先生 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国家图书馆馆长 作者提到 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 最后一位被称为子的思想家 韩非不仅是法家的极大成者 而且综合吸收了儒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 如果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看作是各个学派的接力赛 那韩非就是法家战队的最后一棒 他代表法家战队最终充献获胜 什么意思呢 韩非虽然没有在秦国任职 但秦王统一全国的政策 就是按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 韩非死后十二年间 秦国统一全国 即使秦朝灭亡 韩非的学说也一直都是 古代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两部分介绍今天的内容 第一部分 我们了解一下韩非 他到底提出了什么主张 能够帮助秦王嬴政统一全国 第二部分看一下韩非所代表的法家 都说秦汉以前儒学是显学 秦汉以后儒学更是官方正统 那为什么说在百家争鸣的这场接力赛中 法家是获胜的一方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韩非的身世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韩国人 而且他是韩国的宗室 与韩国国君算是远房亲戚 韩非有些口吃不太擅长说话 但文章呢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 在韩非生活的时代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那个 作为韩国的宗室成员 韩非就多次给韩国统治者上书 提出很多的建议 但是都没有被采纳 后来他写出的那些文章 流传到了隔壁的秦国 当时秦国的统治者是秦王嬴政 秦王很识货 阅读了韩非的文章后 还以为这是哪位古代学者写的 感叹道 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一面 也不枉活着一辈子了 这时啊 站在秦王身边的大臣李斯说 这些文章是一位叫韩非的人写的 您想见他并不难 他就在韩国 其实啊 这位李斯是韩非的同学 他们曾一同跟随儒学大师 荀子学习 但很快 李斯就意识到 韩非很有才干 万一秦王重用 自己的政治前途 那可就暗淡了 于是 韩非到了秦国后 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 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 他们跟秦王说 韩非这个人 您可得小心 他是韩国的贵族 心终究是向着韩国的 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国家 如果重用了他 他必定会为韩国打算 不会真心为秦国的 但如果放走他 让他去别的国家 万一敌国重用 也会给秦国倒了 也是个麻烦 那就不如找个借口 把他给杀了 韩非毕竟是个人才 秦王也不忍心直接杀掉他 于是呢 就把他先关进了监狱 但韩非不死 李斯心里不踏实 他派人恐吓韩非 逼迫韩非在狱中自杀 也有人说呢 是李斯毒死了韩非 但不管具体是什么 韩非的政治生涯 还没有正式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有一天 秦王终于想通了 打算赦免韩非 但为时已晚 这样看来 韩非根本没有来得及 为秦国效力 那为什么说 秦王统一全国的政策 是按照韩非的理论制定的呢 韩非的思想 具体体现在他的各篇文章中 这些文章后来被人汇编为韩非子一书 全书最大的特点 就是从统一中国这个总目标出发 提出了一套理论和原则 而这些正是秦始皇继续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时代背景 战国末期 各国间连年发生着战争 大国间并小国 最后只剩下七个国家 一方面 民众饱受战争苦难 希望有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如果七国能够合并为一个国家 就可以不用打那么多之上 所以啊 普通民众非常希望统一的到来 另一方面呢 从社会生产来看 七国各有特产 比如 七国出产盐和铁 楚国出产木材 秦国有毛皮和格制品 分裂的局面 就意味着各种税收和门槛 非常不利于物资的快速流通 所以啊 人们也希望出现一个稳定统一的社会 而且呢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 就是黄河的不定期泛滥 当时的黄河水系 几乎流经了除燕国以外的其他六国 但是各国都不想把黄河治理好 如果发生洪水呢 就以灵为赫 把水引到别的国家去 最终受罪的还是普通百姓 你看 到这个时候 实现统一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有人可能觉得 既然所有人都希望统一 那就在战场上决胜复位 谁赢了 谁就统一全国 秦国的国力不是最强大吗 那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秦国的国力虽然相对强大 但万一其他六国联合起来 秦国也无法做到以一敌六 其实啊 对外的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 因为秦国也可以通过外交手段 瓦解六国之间的联盟 各个击破 其实秦国内部的问题 才是影响秦国统一全国最大的绊脚势 要想统一全国 秦王就必须要整合全国的力量 卯足了劲一致对外 一百多年前 在商鞅的操盘下 秦国实施了变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 就是奖励军工 取消贵族世袭制度 因为国家不愿意再浪费资源 养一帮寄生仇 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可以做官 有军工的人才可以封决 商鞅变法拉开了秦国变革的序幕 但我们知道 商鞅最后被五马分尸 也就是说 商鞅变法后 秦国国内仍然有强大的保守贵族势力 给秦国拉后腿 而且随着秦国的国土面积不断扩大 秦王也需要一套有效的手段 把新的资源都卷入到国家这台大机器里 这是秦王开展统一大业 面临的突出挑战 为了提升国力 秦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吸纳各国人才来到秦国 甚至秦国最有名的那些宰相 都不是本国人 比如 范居和张仪是魏国人 魏冉是楚国人 还有刚才说的商鞅是魏国人 这个魏是魏生的那个魏 但这么多人来到秦国 难免会有人包藏祸心 举个例子 韩国国军担心秦国吞并本国 就派了一个人去秦国说服秦王 举全国之力搞水地攻城 这样的话呢 秦国就没有剩余足够的力量来攻打韩国 秦国兼兵六国的步伐也会被打乱 你看 秦王看着手下这一帮臣僚 也常常猜不透哪个是忠臣 哪个是奸臣 无法做到非常有效的管理 面对这种情况 韩非吸收前人的经验 综合各派的主张 专门为君主定制了高效统治三件套 这三件套呢 分别是法 术 室 法是用来解决君主和普通民众关系的 术是用来处理君主和臣僚关系的 最后的室 是法和术得以实现的保障 接下来我们分别看一下 先看法 提到法 我们会想到公平公正另行禁止 其实啊 韩非所说的法 跟我们现代的法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们现代所说的法 是大家共同协商出一套办法 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但韩非所说的法 其实是把国君意志制度化 追求上发分明只是一个手段 目的是帮助国君更好地支配所有人 提到法 我们还会习惯性的联想到 严刑君法 其实法最基本的含义是标准 比如我们现在还会用到一个成语 叫不足为法 意思是不值得把它作为标准去学习 而法这个概念 其实儒家早就在用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 他认为 世道之所以乱 是因为人们欺君犯上 不遵守秩序 为什么以前世道好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遵守各项秩序 在家里长幼有序 走出家门君臣有序 那在春秋乱世 如何恢复秩序呢 不妨把社会最大的关系网 也就是血缘关系网重视起来 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家中 都把礼仪和道德作为维系秩序的标准 这就是儒家的礼仪法 在孔子的时代 虽然礼崩月坏 但周王室好歹还是名义上的君主 诸侯干点什么都要顾及周天子的面子 到韩非所在的战果后期 各国竞争已经百热化 连周王室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被灭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韩非就更加的坚信 什么礼仪道德都行不通 什么血缘关系都靠不住 要想建立秩序 得找到新的支撑点 而韩非找到的这个支撑点 就是人天生自立的本性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观点 认为人性本恶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所以韩非公开主张 君主对民众不要搞什么道德感化 而要通过法来把赏罚规矩利好 清晰地告诉民众 只有努力重地打仗 才能获得官决填斩 如果作奸犯科 那就要坐牢受刑 这样才能聚集民众的力量 提高生产水平和作战水平 你看 同样都是要稳定秩序 儒家的礼法 这时就变成了法家的刑法 同样都是要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 但手段从礼仪道德 变成了严刑俊法 不过统治集团中不只有君主一个人 还有许多大臣 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行政管理 这些人万一动了坏心眼 很容易给君主带来大麻烦 为了帮助君主驾驭成疗 韩非拿出了第二件法宝 叫术 法是公开的 通过向民众公布游戏规则 来调动大家重地打仗的继续性 而术是不能暴露的 为了避免大臣互相勾结 对抗国君 国君不仅要小心提防每一位大臣 同时还要施展权术 适当地挑起大臣之间的矛盾 这样才能把他们掌握在国君个人手里 权术这个词在今天看起来有点负面 其实这个词也不是韩非首创 术的思想源自道家的无为思想 道家的无为原来的含义是 处世不应该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形式 只要大方向正确就可以 但到韩非这儿无为被解释为 君无为法无不为 字面意思是说 君主什么都不用管 法律什么都能管 这里说的其实是 具体的事情君主应该靠法律来解决 而君主本人为了控制群臣 不应该有特定的喜好或者厌恶 这样就不会被臣子猜测掌握了 比如如果国君表现出喜欢斗蛆犬 那就会有大臣借机迎合国君的喜好 来达到他私人的目的 而且啊 国君还不能形成日常习惯 假如一个国君作息非常的规律 每晚都是自食入睡 这件事情要是让臣子知道了 他就有可能找机会发动正点 甚至在朝堂讨论国家事务的时候 比如接下来要打哪个国家 要提拔哪个官员 国君同样不能直接亮明开赌 应该先让臣子们讨论一番 这样做可不只是为了辩明问题 也是为了维持君主阴情不定 难以掌握的形象 只有把这些做到 君主才能驾驭人数众多 而且水平很高的大臣 到这儿啊 我们知道 韩非子找到两种办法 来帮助君主分别处理 与民众与大臣的关系 但国家制定法令 民众就会坚定执行吗 君主使用权术 大臣就不敢伺机报复了吗 要想保证法令和权术能够发挥作用 还需要一样东西 这就是韩非的第三样法宝 事 什么是事呢 事就是国君威严的身份 有这样一个比方 君主和权势的关系 就像是飞龙和云雾 飞龙有了云雾的托举 才能飞得高 如果云雾散去 飞龙就会掉在地上 变成蚯蚓 比如 孔子没有国君身份 即使他被认为圣人 一辈子也只有七十多个学生追随他 鲁埃姑 这是一个资质频频的国君 但是全国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 连孔子那样的圣人 也得听从他的支配 这是因为国君的事在发挥作用 那国君具体要怎么做 才能把事的作用发挥出来呢 这其实涉及很多方面 比如 国君要坐在高大的座椅上 要穿戴着华贵的袍服冠冕 要说一不二 惊口欲言 即使犯了错 也要将错就错 只要有了权势 即使像夏捷 商咒那样昏庸残暴的国君 他的命令也会被执行 试着想想 如果国君穿着农民的衣服 趴在地上 一个大臣提一件 作为国君 你应该多喝水 多睡觉 结果呢 国君就一边哆嗦 一边抹眼泪 说自己立刻照办 那这样的话 国君的威严可就没了 即使是尧顺羽酿的上古贤军 也没有人会规规矩矩的执行 他们的命令 你看 韩非提出的法术式 相当于给秦王嬴政 应对国内问题 提供了一套很好用的组合权 但你有没有发现 在介绍韩非子思想的时候 我们一会儿提到儒家 一会儿又提到道家 一会儿说孔子 一会儿又讲老子 其实啊 法术式这三样东西 都不是韩非首先提出来的 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 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了实践 韩非呢 把他给借鉴了 术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道家 后来 申不害在韩国大力推行 韩非也借鉴了 还有式 可以追溯到儒家和道家两家 赵国人 圣道最早把他提出来 韩非也把他给借鉴了 你看韩非不只是在吸收各个学派的思想 而且在形成自己理论的过程中 格外看重实际效果 商鞅 申不害和圣道 都是先行者 已经分别躺出一条路 韩非呢 就博彩重场 把那些好用的 可行的部分 吸收进来 不准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其实啊 这正是韩非的独特之处 他被认为是春秋战国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子 由于处在思想河流的下游 他不仅仅法家之大成 而且还能吸收到各个学派的主张 最后打造出一套更完善 更实用的思想语论 有人把韩非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 一位枢纽性的人物 一方面 他在城前 为秦国统一全国提供理论方案 另一方面呢 启后 秦汉之后 韩非的这套东西 长期被古代中国的帝王使用 经过韩非这一手 法家不仅在诸子百家的竞赛中获胜 而且长期占据着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思想的核心位置 但我们常说 儒家才是影响力最大的 为什么会被法家抢了风头呢 介绍完韩非 接下来我们把韩非作为窗口 来认识一下他所代表的法家 为什么法家能在诸子竞赛中获胜 提到法家 我们会第一时间把他跟恐怖的刑法捆绑在一起 其实啊 如果我们把诸子百家放在一起 有一样鲜明的特征 能一眼把法家辨别出来 这就是变革 换句话说 法家最突出的特征不是严刑俊法 而是主张变革 我们能想到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进行变法推动改革的人 大多都是法家学派 上一部分 我们提到了商鞅和申不害 商鞅在秦国变法 处于西锤的秦国 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 申不害呢 帮着韩国的韩朝侯搞改革 韩国本来是个弱国 改革之后 竟然长期没有敌人赶来侵犯 除了商鞅和申不害 你可能还听说过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 他在齐国主张发展商业 齐国国力大增 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之一 还有战国初期的李亏变法 李亏在魏国帮魏文侯搞土地改革 使魏国在战国初年成为第一强国 再比如吴齐变法 楚道王任用吴齐在楚国变法 楚国后来打败了强大的魏国 还有越义在燕国进行改革 偏远的北方国家 燕国经过改革之后 竟然把强大的齐国打得连连败退 甚至最后只剩下两座城市 你看春秋战国时期 只要是进行变法的国家 国力一定有明显的改善 如果像秦国一样持续进行变法 那最后就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 那为什么所有的法家学派都主张变革呢 你可能没想到 春秋战国时期 其实并没有一个组织学派叫做法家 这个名字最早出自司马谦的父亲 司马谭之手 司马谭在《论六家要旨》这篇文章中 把韩非管仲等理念相似的人归类为一派 并命名为法家 也就是说 法家这个概念是后世的人总结出来的 看起来法家学派都喜欢变革 其实变革只是手段 被归类为法家的那些学者 政治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 就是站在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而统治者呢 天然要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权 希望控制更多的土地和财富 所以 法家学派就以此为一切理论的出发点 然后去考虑 如何提高管理效率 如何有效运作政府 如何使国家的财富和领土 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 而关于如何进行良好的统治 很多学派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如儒家主张道德和礼仪 法家主张无为而至 兵家主张多打胜仗 把国防先做好 能家主张好好种地 先把温饱问题搞好 很多国军也先后试过这些方法 但是要么见效太慢 要么太片面 那什么方法见效比较快 而且全面系统呢 后来 法家的观点就逐渐的出现了 法家学派认为 国军为了更好的统治 那就应该务实一点 主动变革 什么能提高国力 那就做什么 什么阻碍国力发展 那就清除掉什么 比如 要想国富兵强 那就得奖励那些 好好种地打仗的民众 那这个时候 吃白食的旧贵族 就要进行反扑了 他们会把几百年前 某位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搬出来 所以 我们常常看到法家 是反对崇拜过去 反对恪守传统的 他们觉得 把什么祖宗搬出来 都不管用 保守贵族 逆转不了变革大使 那他们呢 就把主张变革的 那个大臣给搞死 所以啊 法家是最遭 救贵族记恨的 推崇法家的政治家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接着说 为了能够让变革成果 落地 并且长期维持 就必须要颁布法令 并且严格执行法令 这样一来 法家的变革者 都认同法的重要性 法家这个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 但有的时候啊 民众不长纪血 犯过的错误 还要在法 那法家呢 就主张要加重刑法 打疼了 就长纪性了 所以 法家常常会跟 严刑郡法 联系在一起 那为了更好地 动员全国各地的资源 中央还要加强 对地方的控制 这就是 中央集权 为了保证 国军的指令 能够畅通无阻 那就要树立 国军的权威 为令者斩 这就是君主专制 你看 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 这条路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逐渐浮现出来了 并由韩非子 发布出来 接下来 两千多年 古代中国 历朝历代的君主 基本上 都沿着这个大方向前进 并最终 在明清时期 达到了颠缝 你看 我们总说 法家就是要变革 其实更恰当的说法 或许是 古代的变革者 往往都是法家 因为 法家一定是站在 古代最高统治者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而最高统治者的本能 是使用一切可行的办法 强化对国家的控制 即使这种控制 在后来 已经很严密 那就努力 再找一套 更容易被控制的 其实在这儿 我们可以发现一点 变革 并不是个别朝代 个别人的事情 变革在古代中国 从未停止 但古代的变革 并不意味着进步 它只意味着权力 被古代的最高统治者 更牢固地掌握了 我们来看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古代中国最初的宰相 叫三公 到汉代 皇帝发现 外朝的官员 接触太少了 还是自己身边的 内庭官员信得过 比如 每天给自己 捧书 研磨的随从 就很好 在古代 捧书 被写作 上书 所以 到隋唐时期 上书等职务 就逐渐地从皇帝的 内庭官员 走向外朝 变成了新的宰相 以前的三公 则沦落为荣誉头衔 后来 皇帝发现 走向外朝的上书 跟自己的距离也远了 他就又想到一招 那干脆 把宰相这个职务 变成一种 临时性的职务 这样的话 从唐高宗开始 实际承担宰相职务的人 就必须得挂个 临时性的头衔 名为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只有临时获得了这个头衔 这个官员 才能处理宰相的工作 那到了明朝 皇帝觉得 无论叫什么名字 无论是长期的 还是临时的 留着宰相 这样一个权力位置 就很不熟大 所以啊 明朝皇帝 就废掉了宰相 由自己亲自管理六部 但直接管理具体事务 皇帝工作可就太繁重 那到清朝 皇帝继续搞变革 他们会清点一些人 去处理要事 做的事情呢 可能影响帝国的走向 非常重要 但做事的人 官显品级可能并不高 他们挤在低矮的军机处 小平房里办公 商量出决策之后呢 先承给皇帝过目 通过之后再执行 说了这么多 你肯定感受到了 从春秋战国开始 统治者一直在进行 大大小小的变革 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个人权力 这套新法 正是法家提供的 具体来说 是韩非子 整合出了一套好用的办法 秦始皇用了之后 统一了全国 后来历任皇帝 继续享受 法术式三合一君主套餐的红利 你看 法家不仅在春秋战国 诸子败家的竞赛中获胜 而且深刻的影响了 后来的中国历史 到这儿 你肯定还有一个疑问 那不管怎么说 汉代之后 儒家肯定是无可争议的官方主流 法家怎么可能干得过儒家呢 其实 汉代的儒学 已经不是先秦的儒学 汉代的儒学 几乎杂柔了各个学派中 有利于统治的观点 儒学早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有人就主张 应该把这个时候的儒学 称作是儒教 以区别先秦的孔孟儒学 你可能听过一个词 叫外儒内法 人们一般是这样解释 说儒家注重礼仪道德 听起来很体面 而法家呢 常常功利严苛 虽然有利于统治 但是见不得人 所以后来的统治者 就用温情默默的儒学 包裹着法家思想来统治民众 既达到了统治目的 同时面子上也能过得去 前面提到 法家的本质 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所以呢 外儒内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内法是目标 君主的利益 是一切统治行为的出发点 外儒是实现的手段 目的是为了实现内法 当然 外儒的儒 已经不是孔孟儒学 而是在汉代被改造过的儒教 最后我们来聊一个小问题 你可能听过 自相矛盾的故事 还有守株待兔 烂鱼冲树 买毒还株 证人买侣的故事 你也一定不陌生 这些故事 其实都出自 韩非子这部作品 这是后人整理的 有关韩非的作品集 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的作品 贡献了很多成语故事 而韩非子中的成语故事 不仅非常多 而且常常还是出色的 预言故事 无论是正人买鱼 还是守株待兔 故事中总会有一个刻板偏执的主角 他们固守旧的思维方式 因此总是闹出笑话 甚至还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法家学者特别擅长写这类预言故事 因为他们是变革者 而推动变革 首先得转变思想 这往往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什么能撬动人的思想呢 讲道理别人会烦 摆施时别人也许记不住 而讲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故事 引发一波又一波的联想 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